首先我要请你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是使用那个人口数的平均 所以会导致一个情形 再我稍微放大一点 播放给你们看 再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就跳上去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积核资料 是否正确的一个重点 它不可能 你看在这么多的过程中 它现在一直在动 我为了让你们知道它一直在动 所以我把它的轨迹呈现出来 其实你要呈现它的轨迹 很简单 就是control键按住点一下它 可是回来刚刚最前面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发现它就直接跳上去 这就是不正常的情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好 首先我们 我们所使用的是人口数 男跟女的平均数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去思考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资料 那既然一个月一个月的资料 我们应该是以月的单位来去做资料的呈现 所以这个时候很直观的想法 就是说那我这边呢 它是棉 所以干脆我就用平均来去呈现 可是刚好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他们的县市人口数 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 加起来之后 那个差别就是分开跟加起来 它的数一平均就变成产生了 刚刚你100年的时候看到 从这边跳到这边的一个错觉 好 那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恢复到 用总数来去做计算 总数 所以这是第一个 这是总数的计算 但是总数的计算 其他都不变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你随便看这个点 看那个像我现在点的 台北市各时百千万十万百万 它这边是不是出现那个 男生是940多万 女生是1000万 对不对 这就是错误的一个数值 这是指说各年的那个数值 它全部都把它加在一起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去看他这边 他呈现出来的这个数字 他实际上在跑各时百千万十万 百万千万 你看像这个新北市是不是 男的总和是2300万 女的总和2400万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衍生出来的错误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 这边要用总和来做计算 可以吗 这边要改成总和 好 那请你先把这边改成总和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那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正常的数值 一边 先让大家订阅我们有内容 请不吝点赞订阅